这栋小红楼的别墅主人大有来头 他是李鸿章的女婿 张爱玲的爷爷 与张之东也有着说不清的恩怨情仇 房主人的官做得很大 官至总理衙门大臣 同管福建海防 他是晚清中法战争中的主战派 却在中法马江海战中 一败涂地 被革职流放 他就是晚清时期清流的代表人物 张佩伦 也是聂海花庄伦桥的原型人物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早年南京民间称这座楼叫小姐楼 相传是李鸿章女儿李菊偶的闺房 在门口的江苏省文宝碑上 却写的是张佩伦住宅 当然这也不算错 毕竟李菊偶是张佩伦的夫人 不过这栋建筑是建于1912年的 张佩伦是1903年去世 李菊偶是1912年去世的 估计是后人为了纪念李菊偶 才这样叫的吧 这是一座中西河壁 外廊式建筑 座位朝南呈回字形 外观也非常的精致 青砖红砖相得一张 它是由18根廊柱组成的 在110多年前 这栋建筑算是非常的高大宽敞 而且兼具时尚了 这栋建筑的面积 达到了504平方米 张佩伦祖籍河北学问渊博 早年试图顺利 是清流的主战派 后来在福建马尾打了败仗 发配到张家口 回来之后 李鸿章爱才心切 将小女儿李菊偶 许配了给他 尽管张佩伦接连丧偶 已经是三婚了 年龄呢 也比李菊偶大了18岁 但是张李两人的感情 却是非常的好 1895年 两人移居南京之后啊 买下了这处大宅院 大饮于世 后来李鸿章宝举他 当四品官 张佩伦也不去 两人异常浪漫 不仅在这儿 合写了一本石谱 还合着写了一部武侠小说 张爱玲一向崇尚爱情 她对自己爷爷奶奶的婚姻 十分欣赏 她说 我祖母的婚姻啊 算是十分美满的了 在南京盖了大花园 鞋影 诗酒风流 在她后期出版的 《对照记》中啊 有很多她祖父祖母的照片 配文说 满目荒凉 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 色彩鲜明 给了我很大的满足 张佩伦和李鸿章 张之洞 也有着非常多的交集和故事 我们后面再聊 话说回来啊 这栋百年老建筑 非常的漂亮 在民国时呢 还作为民国立法院的办公场所 所以我觉得 喜欢张爱玲的朋友们 还有喜欢摄影的朋友们 都可以来这里打卡